备受瞩目的香港已故华茂集团主席龚如新千亿遗产争夺案 今天上午的10点有了裁决的结果 由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林文汉发表了书面判词 裁定华茂慈善基金一方胜诉龚如新在02年立的遗嘱有效 此次开庭双方只有律师代表到法庭领取判决词 在法官林文汉长达300页的判词中 裁决龚如新的风水师陈振聪所持的06年遗嘱属伪造 有关遗嘱上的签名并非龚如新签署 而陈振聪也不是一名有公信力的证人 判词还指出陈振聪与龚如新只是风水师与客户的关系 陈振聪透过提供风水服务获得金钱 法官称不相信龚如新与陈振聪的亲密关系 并将大部分遗产留给陈振聪 代表华茂慈善基金的律师何文基对判词作出回应时表示 基金非常高兴法庭确认2002年的遗嘱有效 遗产由基金继承 此案的焦点人物陈振聪不仅败诉 还有可能因为伪造遗嘱被判刑 对此陈振聪表示会上诉 根据香港法律 伪造文书罪名成立 最高可被判入狱15年 法律界人士认为 陈振聪即便上诉 也难推翻判决 已故华茂集团主席龚如新于2007年病逝 由龚家率领的华茂慈善基金 与风水师陈振聪一方 随即对部公堂 争夺千亿遗产 征产案于2009年5月11号开审 经过38天 先后共传召36名证人后 案件研制2009年9月21号 进行结案陈词 经过四个多月的审判 终于在2010年2月2号 完成了这个世纪征产案的宣判